这是新灿小蓝,这是新灿蓝,这是新出的新灿大蓝,小杯,中杯,大杯,全部到齐 想不到之前对主板20元形象的设想,现在机箱上初步实现了 根据版型的不同20元形象还能细分 MATX版型可以画成玉解夜魔梁,ITX版型可以画成萝莉夜魔梁 我印象里今月好像也没做过ATX版型的新平台主板 后面要是有的话也可以画一个超级大车夜魔梁 本来这期节目只想做个简单的装机展示 但一想这样做一是没啥意思,二是我评测机箱也不怎么专业 所以就为了这节处包了一顿饺子,回归老本行测一下新CPU的游戏性能 AMD在今年年初推出了锐龙8000G7的APU 按照AMD的老传统,后续肯定也会出无核显的版本 果不其然,在今年4月份,拼头多上就突然冒出了一大堆搭载8400F或8700F的整机 而这两款CPU分别就是8600G和8700G阉割掉核显并小修小改后的产物 可能是因为AMD暂时只想把这两款无核显CPU面向OEM整机市场发货,并不想零售 所以现在除了闲鱼零星冒出来一两颗以外,暂时还不能单买到这两款CPU 不过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不论是整机厂商消耗不完的散片流入市场 亦或是购买这些整机的买家进行更新换代 这两款CPU终究还是要在零售渠道和大家见面的 当然届时的价格到底是香还是臭,我也不知道 所以这期节目我就先简单测一测小滴8400F的游戏性能 以及和目前千元性价比游戏神UR57500F之间的差距,好让大家心里有个底 那前面说了,8400F目前只能买整机才能弄到 所以我手里这颗8400F自然也是从拼多多整机里抠出来的 我买了这台整机配置如图,花费3599 显卡是全新未开箱的汉凯6750G2E10G 按拼多多市场价算它1800,再把除CPU以外的其他配件的市场价加起来 从这3599里减掉,哪怕是把这个说是500W 但实际正12伏输出只有372W的硕一稳定网达变店员不算钱 也相当于是仅用573就把这颗8400F搞到了手 虽然商家的渠道价和市场零售价有一定区别 这样算价格肯定是把这个8400F给算便宜了 但我估计这颗CPU如果真有机会在零售端和大家见面的话 应该也不会跪到哪里去 大胆预测一波,估计就在700到800之间 这颗8400F的参数如下 采用台积电4nm工艺,6核心12线程 最高加速频率为4.7GHz,3G缓存容量为16M 只有7500F的一半,并且也不支持PCI5.0 光看参数就知道,硬打的话肯定是打不过7500F的 现在就看到底差距有多大 我觉得只要价格合适 8400F未来也未必不能当作7500F的下位替代品 介绍一下今天的测试平台 主板是找华硕界的ROG-B650-A吹血 PWM芯片是华硕定制的ASP2208GQW 供电规格为12加2 用它来带8400F和7500F这两个AM5入门级CPU 可以说是轻轻松松 内存是这两条金白达白刃,海力士新M代 6800C34双24G 因为AM5平台的CPU内存频率在同步模式下也就只能跑到6400F 所以在后续测试中会把这堆内存降频到6400C30使用 并且简单压制下小餐 另外因为8400F是由APU阉戈而来 F-CLOG体质更好 所以8400F这边F-CLOG会超到2500 7500F则只能到2200 体现到内存效能上,就是8400F的内存带宽会更强 但7500F这边的延迟要稍低一些 测试平台使用的显卡是索泰的RTX4080 Super月白 测试分辨率为1080P 以保证显卡不会先于CPU产生瓶颈 电源用的是爱国者ES850 ATX3.0金牌全模组 水冷是爱国者星产博方360 这个水冷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冷头和风扇上分别弄了4块点阵屏 可以显示不同的内容 现在冷头上显示的就是控制软件点预设的初音未来 当然,我很难说它真的是初音未来 我个人还是比较建议在这块点阵屏上设置一些比较简单的抽象表情包 比如这样 另外散热风扇上的3块点阵屏 可以设置显示CPU和显卡的实时温度 这一点我是挺喜欢的 机箱就是前面说的爱国者星产大蓝 虽然说是大蓝,但实际尺寸并没有比蓝大多少 这点让人比较失望 当然,我说的是立会 机箱尺寸的确是实打实加大了 也支持安装ATX主板了 机箱内部还自带一个显卡支架 从这些开孔也能看出来 大蓝还支持老圆的背叉 机箱的左右侧板以及前面板依旧是支持快拆的卡扣结构 那整机装好的效果就是这样 我还加了6把蓝月风扇 是磁吸结构,这点值得好评 不过可惜手里没反叶扇 像这样全部正装正夜扇的话 基本只有装饰作用 对散热没有任何帮助 那处合完了,现在开始包饺子 首先说一下CPU的设置 7500F是被我在1.225V下超到了全核5.4G 而8400F则是被我在1.2V下超到了全核5G 真不是哥们儿偏心 7500F之所以超5.4 是因为5.4是7500F的基本盘 绝大多数7500F都可以达到这个频率 体质好的甚至还能更高 而8400F之所以只超到5.0 单纯是因为我这颗确实只能到5.0 但凡是加到5.1 那也多高的电压都稳定不了 既然频率差距都这么大了 理论跑分当然也没什么悬念 不论是CPU-Z还是R23 8400F相比7500F都有不小的差距 这时候可能就有小伙伴要问了 其实也没什么不公平的 7500F能超到5.4也是人家7500F的本事 就好比姚明能长2米3也是姚明的本事 你让姚明和我比赛打篮球 总不能让姚明先把腿砍一截 变得和我一样高吧 第一个测试的游戏是开胃小菜英雄联盟 测试场景是一场30分钟 峡谷对局的最后10分钟 在这个项目里 8400F相比7500F平均增落后36% 1%都增落后27% 在G持频率 同时也对3G缓存比较敏感的英雄联盟里 这两颗CPU的表现可以说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我现在甚至觉得8400F先不说和7500F差多少 它能不能干得过超频后的5600都还要打个问号 然后是CS2 在这个游戏里差距就小了很多 8400F相比7500F平均增仅落后11% 1%都增更是只落后5% 来到绝地求生 差距再次被拉大 8400F相比7500F平均增落后23% 1%都增落后16% 接下来再看看单机大作 地平线5 跑游戏自带的基准测试 8400F相比7500F平均增落后18% 1%都增落后16% 古墓丽暗影 在对CPU场景比较大的部落场景下 虽然8400F相比7500F平均增要落后17% 但1%都增的表现还不错 只落后6% 在不太是CPU主要是显卡的荒野大背高2中 这两颗U甚至可以说是差别不大 8400F相比7500F的平均增和1%都增 分别只落后5%和9% 最后还测了一下赛博红克2077 跑游戏自带的基准测试 8400F相比7500F平均增落后15% 1%都增落后13% 根据前面的测试咱们来做个总结 在网游方面8400F要比7500F弱个10%到30% 在某些比较是频率以及三界缓存的游戏里 差距可能会拉得更大 而在单机游戏方面 8400F相对来说就输得没那么难看 大概只比7500F弱个5%到20% 这还是显卡拉满的情况 如果显卡先于CPU产生瓶颈 那差距还会进一步缩小 我个人觉得与其说8400F是7500F青春版 倒不如直接说它是一颗能上AM5平台 装DDR5内存占未来的5600PLUS 反正8400F的水平就是这么个水平 吃香还是臭就得看具体价格了 最后这个主机我也是越看越喜欢 其实像7500F加4080S这种配置 已经能4K分辨率下游玩一些商业大作了 所以我又给这台机子配了个ROG绝神27青春版电竞显示器 先让自己爽几天 外观设计方面还是ROG的老传统 三面窄边框 正面背面以及支架上都有经典的ROG logo 面板是京东方的FAST IPS 27英寸4K分辨率160Hz刷新 8斗10色深 官方宣称使用了京东方的ADS Pro显示技术 可以做到全视角高刷并且无色偏 这台显示器也支持ROG游戏AI技术 提供动态准心 动态阴影增强 以及可编OD 上面这些东西加一起也仅需2000多元 可以说是B格性价比都拉满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